哲言他们已经在碧海苍林住下来 时刻准备着凤九的发动 东华也总是捧着脸 随时跟在凤九身边 晚上已经就请的东华刚躺到床上 就被凤九抓住了手臂 臂 臂君 我好像要生了 东华紧张地摸向凤九身下的床铺湿湿的 凤九的羊水已经破了 东华挥手用法术将哲言他们换来 小白 不用害怕 我陪着你 东华握着凤九颤抖的手 轻轻地冷在凤九的凤尾花上 凤九笑着点点头 一阵阵疼痛让凤九不断地深呼吸 赶来的众人也开始准备着 胡后和白衣妻子将东华撵到了屋外 东华只好跟白家人一起 待在屋外焦急地等待着 莫冤也收到东华的召唤来到了碧海苍林 对着白纸示意地点点头便走向了东华 怎么样 刚开始 东华的面容有些僵硬 放心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莫冤安慰地拍拍东华的肩膀 东华呼了口气平复心情 如果到时候有什么异常 帮我护住小白和孩子 东华谋中坚定地看着莫冤 放宽心 不会到那一步的 滚滚出生的时候 必会将渺络换来争夺红气 到时我拖住她 你们负责保护小白和孩子 东华知道 红气若是随着滚滚诞生 那正是拿到红气的最好时机 渺络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 这几年过去了 不知渺洛将积恒的法力 练化得怎么样了 他们正讨论着 天色大变 狂风卷袭着碧海苍林的花草 佛林树的枝条 也被大风刮得四处抽打 屋外的众神只好在自己身旁立起仙杖 东华也挥手给屋子立起屏障 这小子出生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哲言打趣笑道 别的仙童出生都带着些祥照 这出生伴着狂风的道士从未见过 本君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 只是你们无知而已 东华撇着哲言 骄傲说道 那看来你这天地共主的位子有人继承了 莫冤也难得地调侃道 我可没想给他继承 自己的天下自己去打 拿别人的可没本事 从小在血战中长大的东华可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以后是个只会仰望别人的废物 有你这样的父君 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哲言有些担忧滚滚的未来 阵阵魔气出现在碧海苍林 果然不出东华所料 苗洛这几年不断练化着激衡的法力 正是趁着这一次化形来到碧海苍林 苗洛感受着磅礴的红气 斜笑着 东华 这次你可阻止不了我了 保护好小白和孩子 东华换出苍合飞出了仙帐 两人对立而战 东华 真是想不到啊 这只小狐狸竟然愿意给你诞下子嗣 苗洛的脸因为极度变得扭曲 洪荒时你对我不屑一顾 现在不还是爱上了别人 这次我就让你永世挚爱 欺死子王 渺络不断地幻化出丝带开始缠绕东华 自己则分散着注意力观察着屋内红气的状况 小九 乖 使劲 胡后抓着凤九的手鼓励着 凤九的头发已经被汉打尸贴在脸庞上 凤九最怕疼了 这一阵阵的疼痛更是让凤九的脸都毫无血色 东华将身边的缠绕的魔气打散 抬剑刺向渺落 渺落侧身躲避 两人在空中交缠起来 东华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就算是你的原身一打不过本军 更可况一个话形 东华不屑 哈哈 只要你的孩子一诞生 红气自然就会到了我的体内 到时这四海八荒水也阻挡不了我 渺落想着 哼 那你就等着吧 东华将仓盒扔到空中 一挥手万道剑影出现 一道道剑影接连着冲向渺落 渺落有些狼狈地躲藏着 东华用神识感受着屋内的情况 听见一声嘹亮的哭声响彻整个碧海苍林 东华的脸上闪过喜意 渺落自然也是兴奋不已 不顾东华仓盒的重重包围飞向屋中 准备吸取这红气 摩渊 这时候就靠你我了 哲言正动说着 他与摩渊拦住了渺落的步伐 双手结印将渺落困在这一方之地 赶上来的东华也堵住了渺落的后路 渺落本来心有成竹 可是直到现在都未感觉到红气从雾内飞出 我的红气呢 怎么回事 渺落浑身被苍和伤得血淋淋 本君都说了 你不足畏惧 东华少拿苍和立在渺落的背后 神色略显虚弱苍白 又是你 东华 你这是生生世世要与我纠缠在一起吗 渺落恨得想要死了东华 本君可不想与你缠在一起 东华台剑在莫渊和哲言的帮助下将渺落的画形斩碎 你杀不死我的 我早晚都会取回我的红气 渺落的画形在空中逐渐消散 东华 哲言和莫渊连忙接住从空中下落的东华 东华手指着第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嗨嗨 哲言伸手探着东华的脉 你这伤恐怕要养个千万年了 本来以东华的修为对付一个画形 虽然费些体力 但是不至于这般惨烈 不过为了提前封住滚滚体内的红气 东华弯出自己心头血焦于了虎后 只要滚滚一出声就将心头血涂抹在滚滚头上 再配合莫渊的法器将红气封在了滚滚的身体里 不过心头血的流失 就算是东华这样的尊神也耗费了不少修为 东华在哲言的扶持下起身走向了木屋 帝君快来看看这个小家伙 虎后激动地将滚滚抱到东华身旁 东华望着墙包里的滚滚 白嫩的娃娃 额头上也顶着一朵凤尾花 东华苍白着脸笑着 一手抚摸着滚滚的凤尾花 倒是像急了小白 我看还是比较像你 哲言看到滚滚头上银色的胎毛 摇着扇子感慨道 小白怎么样了 东华关心着 小九有些筋疲力尽睡着了 帝君也去收拾一番休息一下 省着吓到小九 虎后看着东华衣经上的血迹和苍白的双唇 见义道 东华点点头 小白 你醒了 凤九虚弱地睁开眼就看见一抹紫色坐在自己旁边 帝君 凤九轻唤着 嗯 我在 东华握着凤九的手轻声回应着 帝君 滚滚呢 凤九还没有看到过滚滚 在你身侧 东华轻柔地将凤九扶起 让他靠在自己怀里 凤九小心翼翼地将身旁的滚滚抱在怀里 凤九仔细端向着 惊讶道 帝君 滚滚额顶也有快胎记 凤九看着滚滚的银色胎毛也笑了 凤九轻柔地摸了摸滚滚的额头 滚滚晃动着小手指压地叫唤着 凤九和东华相识一笑 屋内的柔情也为这空荡的碧海苍林增添了几分暖意 在凤九初月子后 秦秋和太成功便一起为东华和凤九的大婚做准备 丛林将勤俭发往四海八荒各处 也将太成功的攻势换成了喜庆的红色 凤九 你这够快的啊 不久前刚从范印谷出来的阿兰若和陈叶就听说了 凤九已经淡下了狐狸仔 阿兰若轻柔地抱着滚滚逗弄着 小九这速度 比老子快了不止一心半点 燕池物肆意地坐在一旁看着东华 小燕不久前刚遇见个喜欢的姑娘 还没开始追 就听说凤九已经生完孩子了 冰块脸 你这瞒得也够紧的啊 小燕吐槽着 东华淡漠的冰冰茶 小白为我生孩子 告诉你有什么用 一句话将小燕顶了回去 屋内的众人哈哈笑着 阿兰若走到静坐在一旁的陈叶边 将滚滚小心地放在陈叶怀里 陈叶长这么大还没有抱过这么小的孩子 陈叶将硬着双手一动不动 阿兰若笑着摆动着陈叶的手 你要放松点 这个胳膊抬高点 陈叶随着阿兰若的摆步抱着滚滚 凤九看着僵硬的陈叶 想起了刚学抱滚滚的东华 你别说 陈叶和你倒是像极了 凤九凑到东华耳边说道 胡说 本君比他厉害多了 东华不服 是是是 你最厉害 凤九笑着 小燕牙三地看着身旁的两队 生气地抓起桌上的糕点 狠狠地塞在嘴里 化悲愤为食欲 帝君 这婚宴打算怎么办 阿兰若问道 滚滚已经出生 所以婚宴和百日宴一同操办 双喜临门 不错 嘴里鼓鼓的硬吃物夸赞道 哎 小燕 你啥时候也这么闻蹂蹂了 不符合你的本人了 凤九有些好奇 小燕什么时候会说这些词了 老子一向都是这般文雅的 小燕咽下嘴里的食物 不服地争辩着 现在倒是和以前一样了 听到小燕熟悉的称呼 凤九倒是安心地点点头 凤九 小燕她 是有心上人了 阿兰若笑着调侃道 燕池乌的脸在众人注视下开始泛红 你 你们都看老子干嘛 燕池乌躲避着众人的视线 小燕 你快说说 让我开心开心 凤九八卦的小心思又被挑起来了 老子不说 燕池乌转过头 红着脸不理会 哎哎 阿兰若你是不是知道 快告诉我 凤九之后转到知情者处 我其实也就知道一部分 我和陈岳出范英谷的时候 正好碰见小燕对人家恋恋不舍呢 阿兰若和陈岳相识一笑 啊 你们不是答应我不说吗 小燕气愤地冲两人吼道 有吗 阿兰若耍赖的贪着手 你就是跟陈岳学得捏坏 小燕不满地撅着嘴 你瞎说 我家陈岳哪里坏了 阿兰若靠在陈岳的肩膀 陈岳情笑着 不熟练地动动着怀里的滚滚 小燕好惨啊 凤九凑到东华身边 谁让他追不到人 东华将凤九揽在怀里 怎么感觉你们对老子满满的恶意 小燕牙酸地刺着牙 帝君 众先已朝拜 丛林的声音从屋外传来 走吧 东华一身白衣朝服头顶金冠 对屋内的众人说道 是 众人回应 凤九起身从晨夜怀中接过白滚滚 东华对凤九点点头 两人一同走出了殿门 拜见帝君帝后 殿外的众朝臣已等候多时 就见到那曾经冷酷无情地迎发尊神 现在也被化成了绕纸柔 满眼温情地看着他身旁绝美的女子 本君和帝后定今日未婚宴与百日宴 宴请仲先 东华看向座下下手的群臣说道 臣等恭喜帝君喜得少君 其实仲先还是不太清楚 这帝君突然之间就有了帝后 连少君都有了 要不是寒山之人跟他们解释了帝君 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在他那里留了一纸姻缘 他们可能永远都想不到 这帝君和清秋的凤九殿下有什么关联 冰块脸 你不会真的不打算和小九办婚礼了 就这一个婚宴就了事了 小燕趁着凤九抱着孩子去找白家人 连忙凑到东华身边 当然不会 东华轻嫖一言小燕说道 你果然还有别的计划 小燕惊喜地说道 东华看着不远处正谈笑盈盈的凤九 笑了 他当时跟小白说要与他办一场大婚 可是没想到凤九竟然拒绝了 帝君 滚滚都出身了 还办什么婚礼 直接将婚宴和百日宴一同办理就好了 凤九笑着 东华却不这么觉得 该给凤九的荣光还是要有的 东华自然在私下已经做好了准备 冰块脸 小燕看着走神的东华有些焦急 东华有些不爽地看着打断他回忆的小燕 你还没说你的计划 小燕的眼中满是八卦 为什么要跟你说 东华清留下一句便转身走向了凤九 死冰块脸 小燕气愤地冲东华骂道 阿兰若 阿兰若 你知不知道冰块脸有什么计划 小燕不甘心地走到阿兰若旁边 知道啊 帝君没和你说吗 阿兰若将手里的酒杯放下 疑惑地看着燕迟雾 快说 快说 小燕双眼冒光 不行不行 帝君说了你靠不住 阿兰若认真地摇摇头 老子怎么靠不住了 小燕气愤的一掌拍在了桌子上 整个店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连凤九和东华也都看向小燕 没事没事 诸位吃好喝好 小燕羞愧地侧过头挥挥手 也错过了不远处的一道满是笑意的目光 殿堂又恢复了刚刚的喧闹 凭什么你们都知道 就不告诉老子 小燕压低声音不服地说道 帝君说了 凭你的智商 肯定会在凤九殿下面前说漏嘴 所以干脆就不告诉你了 一旁默默无闻的陈叶插话 给了小燕一记暴击 你们就是看不起老子 小燕埋怨地看着阿兰若和陈叶 好了 你就当时要给你的惊喜 别问了 阿兰若抬手给小燕到了杯酒劝味道 哼 小燕还是不服气 这币的币的币 全部给了你给了解 还没有